2020年8月6日那天,诚意脸上曾出现过的一抹神色,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大概都不会再出现了,因为从那之后,她的人生开始了一次重要转变。 那天,诚意暂时放下扮演唐武宗李妍的工作,离开梦醒长安剧组,从恒店赶去上海,参加优酷举办的年度发布会。 她主演的仙侠剧《琉璃》,在54部被推荐的电视剧中网络热度排名第三,即将在当晚上线播出。 2019年2月到8月,从唯独剧本到关机,诚意有半年时间都投入在琉璃的拍摄工作中。 发布会这天距离她结束与丝凤的仙侠之旅,正好整整一年,只要再等几个小时,刘璃和与丝凤即将正式上线了。 这是她入行9年来第一部与观众见面的主演剧集。 那天,诚意身着绣有黑色花纹的白色衬衣,打理着一头净爽短发。 场内有很多媒体和业内人士,手持长枪短炮的记者与后场的她挨肩擦背,但没有太多人关注这个,看起来像来参加学校文艺活动的小透明演员。 我爸爸妈妈就觉得,终于看到我演的戏了。 此前四年间,因为延播等问题,她经历了三年作品空白期,仅有一部参演剧面试。 刘璃播出时,排在演员表首位的这个名字并不为广大观众所熟知,但优质的剧作,精湛的表演让越来越多的观众认识和喜欢上它。 刘璃成为八月乃至夏天最火爆的剧集之一。 诚意塑造的与丝凤让很多人着迷,赢得了许多观众毫不吝啬的夸赞。 她的微博粉丝数以百万为单位,肉眼可见的迅猛增长。 短视频主播敏锐的嗅到火的气息。 八月中旬起,横店某酒店门外,几十人开始日复一日地举着手机,等待拍摄《琉璃男主角出装》后,出门登车前往梦醒长安片场的那十几秒的视频画面。 观众心中也存着很多好奇,诚意以前在哪里?他怎么演得这么好?他本人是怎样的?他下一部戏要演什么? 八月中,在《琉璃》的宣传活动上,媒体曾向诚意问过一些问题,可他不善言辞,做出的回答很简单。 你是这个角色,是这个人的时候,那么你就不用去演他了。我就是和我在演,就是不一样了。 当你剧本吃透,角色理解更透的时候,功课做得更多的时候,那你在现场发挥的空间就会比较大。 我就是努力把这个角色演好。至于其他的可能,也没有想很多。踏踏实实地做好当下。 简短直白的答复远不能满足关心他的人对他日益增长的好奇心。 《琉璃》播出的一个月里,诚意在多个网络榜单上都名列前茅,这是他入行以来从未有过的关注度。 此时,如果顺水推舟,增加曝光,他的知名度和热度无疑还能更进一步。 可是,整个剧播期间,他一直神隐在梦醒长安剧组中,除了两次短暂的宣传工作,就在无露面。 不仅他本人很难见到,连高水准的宣传图品也没有。 某短视频平台上诚意八月初才开设账号,发布的为数可怜的几个物料,被粉丝戏谑为图。 诚意工作室贴出的大片,其实也多为以前的存货。 他没有营销自己的自觉和习惯。 我也没有觉得自己有更多的选择,可能有一些戏盘我就觉得自己还是蛮知足的。 刚入行时,就自称有吸引的诚意,曾被导演或制片人劝诫不要再干这一行。 我记得特别印象有一次,身份上我去电视,有个导演说你这一辈子别去做演员了,你肯定不行了。 也经历了无剧上映,无剧可拍的艰难时期。 精力磨砺的他,对自己的职业有着更深入的思考和更执着的坚持。 旁人看他是明星,而他只在意能不能做个好演员。 无论外界如何喧嚣,他每天都心无旁骛地走过几十位主播的手机墙,登车去片场。 过着在最沉寂的几年中,他一直坚持着剧组员工的规律生活。 他像是在片场设置了一个结界,里面有他专注演戏的本心。 在那个小世界里,有时可看到他自信、欢托、不拘谨的另一面。 他还没有太感知到外界的变化。 对他来说,最明显的改变是来剧组,围观他拍戏的人更多了。 而他也是希望大家能注意安全,别千里迢迢地赶来剧组。 多了很多一些人在酒店的楼底下,但我觉得这个还是,因为在拍戏的过程当中, 大家还是尽量不要来到剧组,都挺不安全的,而且千里迢迢过了。 专注创作,还让诚意忽视了重要的一点。 在他因为与私奉而被更多人记住的同时,大部分公众对他本人知之甚少, 对他的印象类似几根粗线条的勾勒。 高关注度和实际曝光之间的巨大落差,造成了一个印象黑洞。 如果不消除它,假象、传言一想就能充斥其中,并肆意扩大。 9月下旬,一个这样的黑洞几乎一度将它吞噬。 那是优酷在杭州为琉璃举办的一场收官庆功活动。 时来为琉璃主创团队受邀参加,以舞蹈、唱歌和游戏等方式来与观众告别并感谢观众的支持和厚爱。 诚意被安排参加合唱、独唱和游戏环节和所有同事们参与的内容没有大的不同。 歌会前,有人在梦醒长安片场拍到诚意轻唱歌曲,四十位歌会的表演做准备。 活动前几日,据说诚意在加紧赶拍,连续数日只有短短几小时的休息。 9月20日当天,除了做好演出准备,她还参加拍摄了一支番外短片并接受了采访。 晚上,在观众的期待和欢呼声中,诚意和同事们登台合唱一首,独唱一首, 还开心地参加了掰手腕、快照碰、猛眼画眉等多个游戏。 两个多小时的活动结束时,她和大家一起与观众合影,并鞠躬致谢。 中间,她曾提醒现场观众回家注意安全,大约有十万多观众付费观看了歌会直播。 其中,有些观众对再次见到喜爱的演员分外兴奋和高兴,可另一些观众却非常不满。 不满的观众中的一部分,在琉璃剧播期间,就曾反复提出,炒CP有剧本也没事,宣传时演得像两口子的要求。 还有一部分可能将剧中的表演误认成现实,喝起真人情侣。 在剧播后期,有人甚至在网上刷屏,诚意为爱缘冰原,抵制诚意与别的女演员合作的播出作品。 8月16日,剧组宣传时,两位主角曾应要在线剧中几段甜蜜场景,就被认为是发糖。 而捆绑炒CP一起发糖,是一部分人对收官割会的重要期待。 实际上,两位主演在活动中上台时间少,同台时间更少,眼神交流为零,全程没有甜蜜互动。 而男主没有安抚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的女主,这打破了纳伯和人的期待,会按要求出牌激怒了他们。 割会之后,媒体群访时,两位主演被问, 诚意的回答是, 女主也表示同意,对于双方同样的表态和同步的行动,后来有人将其解读为商量好的。 割会结束后,诚意连续赶回横店,然而,不满的情绪则在网上持续发酵。 针对割会节目,出场安排,以及现场效果的批评,也逐渐发生了转变。 第二天,她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微博热搜榜首位,诚意掉粉。 据说那天,共有约6万个微博账号终止了对她的关注。 诸多营销账号,和此前要求演员炒CP的大粉们,参与推动了这场网渔风暴。 还有约7个与收官歌会相关的词条陆续登上热搜榜,而每一个点进去都能看到相似的内容。 女主因为少参加两个游戏环节,出场时间更少,和某一瞬间的站位图, 而被营销账号和一些大粉定义为遭受了职场霸凌的受害者。 而诚意因为没有安抚女主,没有按照期望发言,又被冠以全程黑脸的虚假描述, 而备受指责,不敬业,不尊重女性,职场霸凌,没有礼貌,不尊重角色,杀死了宇思凤, 被嘲笑讽刺为不吵CP,是要毒媒,还要禁止她今后再提宇思凤。 一位年轻男童是用力推散诚意的尴尬画面, 女主角情绪激动时诚意手持话筒表情严肃的图片,以及她的感谢发言都是用来定性的罪证, 在线观看了歌会直播人数约为10万,而诚意要粉一个词条的阅读量就超过7亿, 大部分人并未看过那场歌会的完整内容。 21日在网上抨击最猛烈的那天,诚意在剧组工作,据说直至凌晨一点才下班。 9个多小时后,她出现在每天都有主播守候的某出装酒店外, 很多人都想看到正处在网络风暴中心被骂惨了的她那天会是什么样子。 22日早上梳着古装装发,穿着黑色长袖T恤的成衣从远处走来, 紧接着出现了出乎意料的一幕,在走进镜头时, 她突然抬起右臂,斜着挡住面旁,她不想被人看,不想被人拍, 但她无能为力,一位中年妇女为了清楚地拍到她, 甚至把手机快贴到她的脸上,而她只是遮着脸, 快步地,一言不发地上车离去,去继续一个演员的工作。 正好在歌会当天采访过成衣的小智记者, 在那场风波之后发布了一篇工作手记, 她说,在了解了她这个人之后,看到那些种种,真的让我难以接受。 我们观众到底是在期待演员身上的什么? 我们对演员的期待难道不是他们的业务能力和塑造的角色吗? 22日晚上,出席了歌会的琉璃制片人邓先生在微博中写道, 把戏演好是一个演员的本分,奉献更好的作品, 回报喜欢自己的观众和粉丝才是王道。 几天后,成衣的微博粉丝数又回涨上来, 有很多人在那几天特意关注了她。 有网友说,我想守护一个演员对演戏的热情, 她不该被这么断章取义地抹黑和埋没, 键盘侠不该这么洗脑一些不明真相的人, 去轻易抹杀一个人的努力付出, 我怕现在不支持她,以后就看不到她演戏了。 时至今日,成衣未再提起过那次活动, 那之后,另喜欢她的观众感到欣慰的是, 在梦醒长安的拍摄接近尾声和结束后的一段时间里, 她终于出现在公众视野中, 比如参加梦醒长安剧组见面会, 浪凡春夏时装秀, 扶贫公益直播, 参加奔跑吧兄弟, 快乐大本营, 跨年晚会等节目录制, 街拍商务广告, 拍摄杂志封面等等。 在公众心中, 对承逸的印象也逐渐变得立体, 鲜活, 真实。 她第一次做购物直播, 竟紧张到有些无措, 和跑男兄弟一起玩游戏会慢慢拍, 不按常理出牌, 在快乐大本营的搞笑氛围中, 都可以一秒入戏演技让人惊叹。 承逸一边走出片场的舒适区, 把自己的一些不擅长, 坦然地展示给观众, 一边继续努力做好她最在意的工作。 2021年春节前后, 梦醒长安和南风之我意, 分别发布了主题曲MV和片花, 短短十几分钟表演片段, 已经引发了很多观众的期待。 这半年, 关于诚意的诸多种种都已发生了改变, 她在演艺圈重新拥有了姓名, 不再是会被忽视和错过的小透明, 因为与众不同的坚持, 她遭受了不小的风浪, 直到今天, 嘲讽和批评仍追逐着她的名字, 在世间流传。 倘若现在, 去回望所有改变开始发生的那个8月6日, 看看她面庞上曾闪现过的那抹神色, 会觉得有一种恍若格式的珍贵。 那天, 在优酷发布会后场的诚意, 专注地看着舞台, 偶尔被什么吸引, 将视线从台上转向场下, 在人群里找寻什么。 随后, 给关注她的镜头, 回应了一个老朋友式的轻松微笑。 那个时候, 她的眼神毫无戒备, 毫无躲闪, 毫无顾虑, 微笑没有负担, 她还拥有一个普通人在公众场合里的自由, 拥有与旁人随意交流的自由, 拥有在第二天奔回剧组享受拍戏的自由。 那天之后, 她收获了赞美, 也经历了诋毁, 赢得了一些未曾, 也失去了一些过往。 她不仅仅是一个认真热爱演戏的演员, 她还是主播镜头围猎的人物, 公众舆论品评的对象, 还是粉丝时刻惦记的小齐。 在她更加谨慎地避免插持和错漏的同时, 她也依旧尽力表达对世界的诚恳和尊重。 她依然守护着自己的结界, 选择一个个新鲜的角色人物去挑战, 去体验, 去展现, 哪怕未来依然有追逐, 依然有嘲讽, 依然有诋毁, 依然有受伤, 她应该会一直坚持走下去吧。 我是一个不太愿意去, 就是说自己多么心酸或者怎么样, 我觉得都还好, 真的都还好, 因为你自己只要喜欢有梦想的话, 你去做的过程当中就会很有动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